听说几位企业家都已经到了 放下手上设计就过来了 陆市长 您办事可真够高效的 哪里哪里 毛总和诸位 都是我们东江市的贵客 不能慢带 市长 这位是光荣资本的贾立昌董事长 你好 贾董事长 最近要投资新媒体了 贾总有眼见 这个新媒体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市长 关键 这位就是 丁市集团中国区总裁 丁薇薇女士 丁总好 陆市长好 我刚见过丁董 听丁董说 贵公司大中华区的总裁 是为女老板 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是啊 比我见过的很多明星都漂亮呢 谢谢 谢谢 丁总好 不好意思 小女卢倩 这丫头啊 不懂规矩 请多见谅 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我早听说 卢市长有个千金 财貌双全 今天真是有缘啊 见着了 荣幸 荣幸 丁总过奖了 我对您才久仰呢 好 请坐 请坐 出位 您请请请 请请请 丁总啊 我知道 贵集团成功操作过 不少大型的投资跨国项目 实力非凡 你们和港务局的合作 我们势力是全力支持 来 坐 坐 坐 我说秦局长啊 这个以后港务局的发展 你要让丁总多做这招 那是当然了 这说起来我跟丁总 还是老相识了 丁总 一会儿我得好好敬你一杯 毛费齐这会儿 在港务局大酒店参加宴请 前方已经由我们的兄弟在守着了 怎么这么久在锁听位置 不敢打扫惊蛇 我们不敢问他身边的人 然后就通门打听他 今天谁组的局啊 卢市长 谁 今晚卢市长 验请几个中药的投资商 那你小子 怎么不再晚点说啊 头儿 要不要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到了毛费齐这个级别 省市长级的关系 一定攀根错节 你跟谁行事合适啊 那跟张局报备相呢 哪有那么废话 非要去 你留下 火跟你出眉头 其他还死了 他恨不得找人打一架 还敢招着他 快快快 那得 这真得听听啊 这事得听听 是 丁总 说说看 我出国之前 在东江生活过几年 我前夫还是赶我去子弟呢 丁总 这是让我们猜谜啊 这是猜错了 是不是得罚酒啊 那我就先猜猜看 难道是 秦局长的得力干将 没有 没有 他没得赶过去呆过 他已经已经想着破案了 所以就当上东江市最年轻的公安局副局长 他可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呢 你认识他 是啊 他是我师兄 我跟他啊 都是刘光远教授门下的研究生 江河的父亲啊 是个老岗木 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还参加过呢 秦局这么一说我就知道 说来说去都是一家人啊 越说越近啊 卢市长 我能不能表个态 好 好 为了东江港的发展 丁总 这杯酒我敬你啊 愿我们在卢市长的带领下 共同发展 再创规划 我先干了 好 哎呀 丁总好酒量啊 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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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 要拉 哪啊 哪啊 这不好 这边 到处呢 太多가지了吧 我干了 功臣谈不上 不过我们东江 在新议论的改革进程中 没有跟上步子 落了舞 我这当市长的心里很着急 今天当着毛总 和诸位协调的面 我说一句 诸位 来我们东江投资 别的城市能给的政策 我们东江都能给 别的城市给不了的政策 我卢新花也能给 好 来 再次欢迎大家 好 我先跟维静 谁啊 上面呢 要不先等等 宴会结束才抓人 不能等 谁找宴会以后出现什么情况 那又不能当市长面上的 谁说不能当市长 去 这么と 你叫人请坊路出来一下 好 诸位 有所不知啊 刚才市长的这句召集里面 它可是包含了 对我们东江港的感情 二十多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 芦苇荡的时候 市长就已经在港务局了 真是一敲一铲地 把这片芦苇荡 干成了今天 全国文明的明星港口 那当时媒体都说了 这叫东江速度 市长 我们东江港务局 惭愧啊 有负您的厚望 任何行业都有低补期 这不全怪你 我今天啊 把这些企业家 都放在你面前了 这港务局 下面的戏再唱不好 那你就找不到 任何借口了 来 换大辈子 老爹 行吗 没事 给我一个人来 来 快点 快点 各位 我先干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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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月头 你尽快通知卢市长 马上离开包房 这不行 这是重要的商务阶段 你们事儿当然在买 那毛沛齐涉嫌操控股价 和走私业务 部里已经下了令了 下了 这是你们业务上的事儿 谁犯法 谁服务法 天天地义 用不着跟我讲这些 今天市政府 是重要的商务阶段 你们事儿不能明天办 不可能 明天人跑了 谁负这个责 江华 今天市长宴请的 不只是个毛沛齐 这里面还有许多 对东江市 有投资意向的鞋家呢 有的还是外商 你这要进去把毛沛齐抓了 当着市长的面 就会给东江港改革开放 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你让卢市长亲自下令 要么把我给免了 要么把毛沛齐放走 当着大家的面 不是 我说你 还有 你说抓不抓一个毛沛齐 无所谓 我们干警察的可不行 晚一分钟抓他都不行 不是 江河 你要好好珍惜你的前程 这么年轻就当公安局副局长 差点破了全国记录 行行啊 打住吧啊 我有一兄弟 在东南亚的走资贩毒集团 卧底的两边 还有一天啊 也差一点都破了纪录了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在哪儿啊 他现在还在台平前躺着呢 那我尽快安排结束 等宴会结束 我们先走 不行 你还有四分钟 时间一到我们就抓人 各位 今天市长给我们大家推行之后 我秦池要是再不把港务局 带上一个台阶 我这个常务副局长啊 是没脸再当下去了 我今天再给大家表个态 如果各位愿意在我们这里 建设传运公司 带来大宗的货物业务 我们一定会提供 优惠的合作条件 给大家的投资 带来丰厚的回报 秦局长这话说得太好了 这港口建设啊 关键就是开放 我们天星资本 就愿意跟像卢市长 秦局长这样 有气魄的操盘者打交道 你看啊 秦局长啊 有了毛董事长的支持 我看你这个常务副局长 那也不用干了 因为要升迁了嘛 这卢市长在那儿呢 这种话不能乱说的啊 卢市长 真的是您啊 我在隔壁啊 跟局里的几个兄弟喝酒呢 说您跟这个方秘书来请客 本来不想打扰啊 但知道您在这儿 不过来敬个酒 我写得太没李书了 你说是不是 你啊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就是对市里的投资环境 最好的保驾护航了 李书不李书他不在这上面 那不行了 该敬还得敬 谁呀 这么不懂规矩呢 来来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咱们东江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江河 江河啊 我们刚才还提到你呢 真的 真是说曹曹曹道 那还真来对了啊 那卢市长 来吧 我敬大家一杯啊 喝完这杯我 我打一圈啊 来 方秘书 喝一杯啊 江河 你都跑这儿来了 贝贝 你也在啊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诸位啊 这个是我前妻 谢谢 丁薇薇啊 这个是丁氏集团的中国的这个总裁 没说错吧 多多关照啊 多多关照 你喝吧 你喝吧 你想喝点 我 我替你喝吧 不是 怎么了 这还给你丢脸了 师兄 师兄 你没事吧 还得敬酒呢 毛董 不认识啊 贵人多忘事啊你这个啊 大姑大贵的把兄弟给忘了 那隔壁虚旧去 我又不认识你 你拉我干什么 隔壁的都是老朋友 你全认识啊 走吧 走 我找事 找他的事 我对你 走一会儿回来啊 这 想不到 毛董还是江副局长的故人啊 他们去他们的 来来来 咱们喝酒 好 来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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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